中印邊境早前爆發流血衝突 印方在邊境地區動作頻繁 印度政府近日批准在布拉馬普特拉河修建河底隧道 確保通去中印邊境地區的運輸暢通 外界估計印度加強邊境基礎建設 企圖與中國抗衡 當地民眾就認為洪水泛濫 政府應該要加固河堤而不是修建隧道 布拉馬普特拉河發源於青藏高原的瓦魯藏布江 從西藏流入印度之後再流入孟加拉 大河流經中印邊界主權爭議地區 自古以來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 印度時報早前報導 印度軍隊提請政府考慮修建布拉馬普特拉河河底隧道 原因是大橋可能成為敵方勢力的攻擊目標 從而令當地交通中斷 印度亞薩姆邦邦掌達斯 今月16日在社交網推特說 當局批准修建布拉馬普特拉河河河底隧道 建成後的隧道全長14.85公里 共有四條車道 他形容這是歷史性的決定 表明穆迪領導的政府對亞薩姆邦以及印度 整個東北部地區安全和發展的重視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近期布拉馬普特拉河同支流洪水泛濫 影響流域數百萬人的生計 並且已造成至少85人死亡 幾乎每年雨季當地都會出現嚴重水災 造成巨大損失 地方傳媒分析 印度政府只是用討論修建河底隧道來造輸 原本承諾的很多基礎設施項目 包括疏通河道 在沿岸、修建高速公路等從來都沒有兌現 網民亦對當局做法反應冷淡 甚至反對修建河底隧道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各行各業 新加坡旅遊業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當地旅遊局和企業發展局日前宣布 撥款4500萬新加坡員 即是折合大約2億5000萬港元 刺激國內旅遊市場 有意見認為 是為狗刊的當地旅遊業帶來一絲甘劳 旅遊業界亦都應該改變策略 讓當地人重新認識 及發現國內文化、民族及地方特色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評論文章 指出新加坡居民向來習慣出國旅行 對國內旅遊欠缺興趣 如今不能出國 在國內多走動滿足個人旅遊需要 又能刺激國內市場 不失為有效的解決之道 文章指出 旅遊業界不能再以過去那種 吸引人潮消費的思維搞旅遊 因為疫情持續存在的情況下 人潮難以再現 業界要設想 如何在安全管控人際距離的情況下 走心間細作的精品路線 讓業務得以持續及發展 如今政府撥款及帶頭 業界是時候採取主動 旅遊局過去的策略 以吸引國際遊客為主 而當地人潛意識 亦沒有國內旅遊的認知 評論認為 鼓勵國內旅遊和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未必是相矛盾的事 市民已經知道出門要戴口罩 現階段當地集體活動不能超過5人 所以國內旅遊可以在這些條件下實現 文章指出 市民亦應該自律 懂得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和隨時戴口罩 這些就是新常態的生活態度和方式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收看